刘帘无意之中经历了一场 一生中唯一一次谋杀案 谋杀案的主使极有可能是他的女婿 谋杀的对象自然就是刘邦 那么这场谋杀案是怎么发生的 刘邦的女婿为什么会成为幕后的黑手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这部节目 大风歌第36集 温序贤戏 温序贤戏 掌握赵国的实权 张尔的人生之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然而静运之神没有继续眷惑于他 他还是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当各地的反秦武装崩起云涌之 眼看已经威胁到自己统治的秦二世 只好派出张寒 镇压各地的起义军 张寒果然能争善战 他几乎击败了各地的反秦义军 只剩下一个地方没有占领 这个地方就是张尔所在的赵帝 所以张寒就带领他的军队开始了对赵帝的围攻 那么面对张寒的猛攻 张尔将如何应对 这场大战将给张尔带来怎样的麻烦呢 河南大学王历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风歌》第36集 《翁旭贤戏》 张寒是秦国原来是个少府 在秦国都城受到威胁的时候 秦二世受命张寒 让他派兵带兵去镇压其军 张寒横扫反秦义军 把义军的所有重要的将领全部打败杀死 最后张寒看着把整个天下的义军都打光了 打完了 打垮了 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站 赵 张寒就带领他的军队到赵国来了 到了赵帝以后 秦二世又派了一支军队 就是由常驻守在长城的长城军团 由王黎来率领 长城军团的主帅 带着长城军团也到赵国来了 所以赵国这个地方就集中了秦国的两大主力 一个是张寒兵团 一个是长城兵团 两大军团集合在一起 要打赵国 张寒很会打仗 来到赵帝以后 他的打法是 首先把邯郸附近的老百姓全部迁走 迁到哪去了 迁到河内郡去 河内郡就是今天河南的交作这一带 先把邯郸附近的老百姓迁走 第二步 把邯郸附近的所有的城 全部拆了一位平地 这叫什么 这就是后来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 这叫三光政策 交土政策 把人迁走 然后把城池给你整个毁掉 这样以来 赵国的就被鼓励了 赵王歇 就赵歇 和这个张尔陈瑜 就一下子被打垮了 陈瑜就隔到巨鹿城外 赵王和张尔就困在巨鹿城中 巨鹿就成为一个焦点 巨鹿今天河北的平乡 就成为一个焦点 外面是两大军团 围攻巨鹿的是长城兵团 负责给长城兵团做后勤保障的是张汉兵团 所以赵地就成为当时整个秦末大起义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这个时候张尔被哪了 张尔被困在巨鹿城中 非常危险 外面的秦军 人多 粮多 困在巨鹿城中的张尔 是兵少 食尽 粮食没有 兵又少 非常危险 所以张尔在城中 就不断地派人写信 通知在城外的陈渝 叫陈渝赶快出兵 陈渝被打散了以后 收据了几万打散的士兵 聚集了几万人 但这个时候 张汉军团是二十万 而这个时候 陈渝在外面只有几万人 而从南边过来的储君 也只有几万人 事量都非常小 不敢打 张尔是不断地催 陈渝就一再地表明说 我现在不能打 打也是白打 白给 打是必死无疑 最后张尔就急了 据史书记载 张尔给陈渝说了一番很重的话 武渝公位稳静交 武渝赵王淡漠且死 拥兵数万不肯相救 就责为陈渝 我和你是生死之间 我和赵王是弹幕之间 就早晚之间就可能被杀死 就这 你拥兵数万 不肯相救 陈渝就很为难 陈渝要去打的话 他是几万人 肯定打不过 几十万的秦军 白给 如果不去打 张尔就一段子催 后来张尔派了两个将军 从巨竹城中突围出来 跑到陈渝的大营中间 逼着陈渝出兵 陈渝说现在要去出兵打的话 那等于拿那个肉扔给那个极恶的狗 扔给恶狗 那一口就给你吞了 这两个将军 给陈渝怎么说呢 哪怕咱们带着士兵到那 全军战死了 咱们以咱们的死 表明咱们是信守诺言的 陈渝最后逼了 没有办法 说你们真要这样做 我给你五千士兵 你去吧 结果这两个将军 张尔手下两个将军 跑出来请陈渝发兵 逼着陈渝发兵 最后陈渝给了他五千士兵 带着五千士兵冲到秦军的大营中间 就是起了一点波澜 五千人 转眼之间 全死光 全部战死 两个将军也战死了 这两个将军战死了 埋下个大祸根 当然后来的事情 我们在前面都讲过 后来发生了巨鹿之战 项羽杀了宋义 夺了军权 然后派秦部杜河 自己破釜陈州 断了王黎的良道 然后天下的主后看见项羽 打败了秦军 齐下手 把长城军团给灭了 把王黎给活捉了 抓了王俭的孙子王黎 长城军团被灭掉了 这个时候的话 张汉的军团向后撤退 巨鹿城为解了 巨鹿解围 这是张尔医生中间遇到的第五次幸福 本来他的巨鹿城中必死无疑了 结果 由于项羽的出现 他意外的获救了 获救以后 张尔就给赵王席就举行宴会 答谢所有来救他们的各路主后 唯独对陈瑜 这个不满意 他问陈瑜你为什么不去救我们 还问陈瑜 我派那两个将军上哪去了 是不是你把那两个将军给杀了 陈瑜说那两个将军不听我的话 非听你的话 带着五千士兵 冲到秦军大营中间 全军覆灭 张尔不信 我不信他们自己会战死 一定是被你陈瑜杀了 这里边张尔就犯了一个大错误 张尔错在什么地方 张尔错在 你想想陈瑜要是真是杀了你手下两个将军 那能瞒得住吗 你杀了你手下的两个将军 肯定有很多见证人 他现在是冲到秦军军人战死了 你不能怪陈瑜 陈瑜有没有错了 陈瑜有错 陈瑜的错 错在两点 第一 虚从出兵 屈从于你这个压力 最后是让这两个将军带了五千士兵去了 结果全部战死 陈瑜如果不让这两个将军出去 那五千士兵死不了 这两个将军在 张尔也没有责怪他的理由 现在就责怪他 抱怨他 怀疑他 杀害了这两个将军 这是陈瑜的第一个错 陈瑜的第二个错是什么呢 两个人越说越生气 最后陈瑜就说了这番话 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大将军 我很愿意当啊 你要觉得我很愿意当个大将军 你始终不相信我 我干脆把大将军交给你 你去找个有本事人去干 说完 陈瑜把大将军印 从身上解下来 往张尔跟前一放 他就上卫生间了 他一去上卫生间 张尔身边有人就给张尔说了 这是老天爷把将军印交给你的 你要是不接受 那是不接受老天的馈赠 你要不听老天爷的 你可以要将来吃大亏 这一说 张尔脑子一热 就把这个将军印拿过来 往自己身上一挂 等到陈瑜上了卫生间回来 一看将军印没了 挂在张尔的身上了 张尔收回去了 把军权收回去了 这一收回去 陈瑜一赌气 不干了 回老家了 他一走 他手下有几百个人 跟着他一块走了 这是陈瑜的第二个错 叫富气交权 这一下子 张尔给陈瑜两个人 反目为仇 原来两个人是稳静之交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是 这个 居住大战结束以后 张汉投降 项羽带着张尔 也带着其他旧赵的一些将领 进入寒谷关 然后主治分封 项羽就封了张尔 做了常山王 把赵国一封为二 南边这一块比较好 封给张尔 叫常山王 把原来赵王歇 封到哪去 迁到北面去 封为代王 陈瑜没有封 本来陈瑜给张尔的功劳相等 换句话 陈瑜也有很大的功劳 但陈瑜吃亏在哪 一赌气 一交权 一回家 没有跟着项羽入关 没有跟着参加剧路之战 没有参加完 回去了 所以最后 项羽给陈瑜封了三个县 就让陈瑜做了个猎猴 张尔是常山王 是诸侯王 他是猎猴 两个人差别就大了 一个是王 一个是猴 陈瑜的心里就特别不平衡 所以当项羽分封了十八路 诸侯王以后 紧接着出现的第一个事件 就是山东齐国的田荣叛乱 田荣一叛乱 陈瑜就立即给田荣写信 他说 哥们 你不满意 我也不满意 你这样 我手下没兵 我只有三个县 你借点兵给我 我帮你一块 咱们共同打 项羽对咱们特别不公 田荣 也是因为项羽没有封他 他反项羽 所以田荣就拨给一部分士兵 给了陈瑜 陈瑜带着田荣赠给他的齐国的士兵 又带着他自己三个县的士兵 对常山王张尔发动突然袭击 这个突然袭击一打 张尔毫无准备 打了个大外战 整个国家丢了 整个国家一丢 张尔考虑这怎么办 常山王当不成了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项羽封了我 那我还去找项羽 我的常山国家 我不找你项羽 你封了我 人家给我夺走 我还找你 第二 找刘邦 张尔其实跟项羽刘邦 交情都不错 他跟项羽的交情是因为巨竹之战 他俩是一个在内一个在外 联手打败秦军的 那么张尔和刘邦什么关系 张尔给刘邦在秦末大起义开始之前 刘邦起义之前 刘邦早就听说过张尔是魏国的大名人 跑到人家张尔家里面住了好几个月 在那白吃白喝好几个月 张尔家有钱 张尔凭什么有钱 不是娶了个富二代 家里特别有钱 就广蓝天下的宾客 这个时候刘邦也去了 听说张尔可以白吃白住 他也跑过去了 在张尔那住了好几个月 两个人在反秦大起义之前就认识 所以最后张尔就拿不定主意 是投项羽好 是投刘邦好 所以他决定投项羽 但他手下有一个人劝他 别投项羽 我观察天象了 说刘邦进关中的时候 五星 金木水火土五星 全部聚在关中之地的对应的星位 星宿的位置上 将来刘邦能赢 咱还是投刘邦位好 就这么一番话 忽悠的张尔就决定投奔刘邦 原来打算投项羽的 最后决定投刘邦 这是张尔人生中间的第六次幸运 就是投奔刘邦 当时刘邦干什么 刘邦刚刚从汉中杀回关中 在关中正在平定关中的攻打三秦 张尔来了 刘邦特高兴 自己的老朋友来了 特别高兴 他早就知道张尔是个大名士 自己的地位远不如张尔 他两个人都一样 张尔被封长山王 他被封为汉王 他觉得两家门当户对 一高兴 干脆把自己的女儿许给张尔的儿子张傲了 所以张尔就和刘邦两家成了地地道道的亲家 前面我们讲过洪文燕 刘邦曾经给那个相伯两个人要约为婚姻 就要结为亲家 那是个政治需求 是个政治手段 后来没成 真正成了是把他的女儿许给张尔的儿子张傲 所以这么一来 刘邦就收留了张尔 张尔就成了刘邦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 而这个时候 陈瑜怎么办呢 陈瑜把张尔赶走以后 把那个赵王迎接回来 让他做赵王 赵王很感谢他 就封他做代王 代帝的代王 他两个话那个个 陈瑜做了代王 但是不去自己的国家 在这辅佐赵王 赵王赵歇良就守着这个赵国 哈尔年刘邦东征的时候 曾经要求赵国出兵 一块去打项羽 陈瑜提了个条件 要想叫我出兵 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话 只有一个条件 汉杀张尔 乃从 什么意思 你们把投奔那个张尔给杀了 我立即跟着你们一块去打 刘邦也会想办法 刘邦当然不可能杀张尔 他两家是儿女亲家 怎能把他亲家公给杀了来 他找了一个长得特别像张尔的人 把这个人给杀了 把他的人头装到个盒子里 送给陈瑜 叫陈瑜看 我们把张尔杀 你看 这人头 这死人的人头送到张尔的陈瑜那 陈瑜对这个人头看了半天 觉得像 相信了就派兵跟着刘邦一块打到鹏城 后来像羽在鹏城大败这个刘邦 等刘邦打败的时候 陈瑜好像听说张尔还活着 再看看那个人头 当然那个人头保存的也不会太好 就觉得又不像了 所以又反悔了 不再跟着刘邦了 又脱离刘邦阵营 站到项羽这一边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陈瑜以什么来划线呢 以张尔的死给活 来决定我跟不跟你刘邦 张尔要死了 我就和你合作 张尔要是不死 咱俩就是仇人 所以张尔的陈瑜彻底反目为仇 当然这个事情的最后的发展是 这是汉二年的事情 第二年到汉三年 韩信张尔带领军队攻打赵国 在井行大败赵军 把陈瑜给杀了 陈瑜最后是被韩信张尔所杀掉 然后赵王歇也被杀掉 赵国被韩信张尔拿下来以后 韩信打了个报告给刘邦 韩信打了个报告 要封张尔做赵王 刘邦就立即答应 张尔就真正的做了赵王 这样张尔终于在汉四年 成为赵国真正的赵王 但这个时候的赵王是刘邦封的 原来项羽封他的叫长山王 刘邦封他为赵王 但是赵王张尔 坐上赵王以后 也就走到他的人生尽头了 汉四年他做了赵王 汉五年 他就病死了 只当了一年 病死了 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张敖就即位 做了赵王 他的儿子张敖是汉五年 做了赵王 他的儿子就没有他爹那么幸运了 因为他们张家所有幸运的事情 都叫他爹赶上了 他爹把所有的人生经营都占了 他儿子就接连串的遭到不幸 第一件事 就是他这个儿子汉五年 做了赵王 汉七年就遇到麻烦了 汉七年 刘邦去平定叛乱的时候 被围在平城 我们讲过 被匈奴围在平城 围了七天七夜 等刘邦突围出来 经过赵帝的时候 赵王张敖对他的老丈人特别好 就对他的岳父大人特别好 他亲自为刘邦端饭端菜 但刘邦不领情 刘邦是逮着他这个女婿 赵王张敖 是经常骂 骂到什么程度 司马迁没写 实际中间自写了两个字 很有意思 叫利圣 利圣就是骂得很重 但是利这个字不是一般的骂 因为利的这个字 上面是个一二三次的四 这个四在中国汉字的结构中 很多这个四就是个网 四就是个网 你比如我们今天说 罗网的罗 上面不是个四吗 所以这个字实际上是个会议字 什么叫利 利就是把天底下所有骂人的脏话都集中起来 然后骂出来 这叫利 这一利 利出来一个大麻烦 张敖是个很好的一个孩子 他虽然做了赵王 是刘邦的女婿 丝毫没有什么傲气 但是他手下那些大臣可不是吃白米饭的人 他手下的大臣都是跟着张尔的几十年的人 跟着张尔 跟着他父亲的人 那些老臣们看不惯 觉得你刘邦虽然是个皇帝 人家不管怎么样 他也是个诸侯王 你怎么骂起来就没完没了 人家对你那么好 你那么样的辱骂人家受不了 所以他手下的大臣就商量好了 要把刘邦给杀了 他们要杀刘邦这个事情 他们是因为气愤不过 觉得刘邦不该这么骂张尔 张敖 所以才决定杀刘邦 所以杀刘邦第一步 先告诉赵王张敖 张敖一通说绝不能干这种事情 我的岳父虽然对我是这样骂了 但是他对我们老张家是有恩的 我们长山国已经丢了 是靠着人家高皇帝 也就是靠着人家刘邦 给了我们这个赵国 才让我们重新有了自己的一个诸侯国 所以高皇帝对我们家 对我们老张家是有恩的 绝不能杀恩人 坚决不同意 后来他那些大臣们在一块商量 说咱们赵王是个好人 是个大好人 咱们以后咱别给他说了 说了他也不同意 咱们就自己悄悄的秘密进行 事做成了 好处都归赵王 那意思是什么 事做成了 咱们让他当皇帝 事不做成咱们承担责任 然后这是高祖七年 是高祖八年 刘邦第二次经过赵帝的时候 他们就埋伏了刺客 准备杀刘邦 我们讲过 刘邦躲过去了 临睡觉了 刘邦突然间觉得心里头不太踏实 问问帝鸣 觉得名字不吉利 连夜走了 躲过一劫 第二年 汉九年 有人把这个事 逛高的仇家 把这个事就报告给刘邦了 刘邦就知道了 他没有想到 他骂得那么厉害的女婿 竟然是谋杀他的凶手 是主谋 他怀疑 所以就把赵王 还有国相 抓进京城 其他人一律不准来 而且下了个令 谁敢跟着赵王来 一律灭三族 结果赵王 张敖手下 竟然有那么十几个人 把头发剃了 穿上那个囚徒的衣服 带一个铁链子 表明自己是赵王的奴仆 跟着一块进京 逛高是被囚车压到京城 压到京城以后 主要审的就审逛高 因为赵王张敖不能审 为什么不能审他 因为他是吕后的女婿 吕后就这么一个女儿 鲁元公主嫁给张敖了 现在刘王妃说 他这个女婿是谋杀他的人 吕后说了不可能 吕后说 他娶了咱们的女儿 怎么会杀咱们的 不可能的事情 刘邦反过来 把吕后骂了一顿 刘邦怎么骂吕后的 刘邦这样说的 他说你不想象 那个女婿 他稀罕咱们的女儿吗 他要是把我给做掉 得了天下 当了皇帝 他身边多少女人 他还稀罕你那个女儿吗 所以这个人 尽管他是你的女婿 他要谋杀我 极其恶劣 一定要查 所以这事就一直传下去 当然 有吕后在中间 挡架 不能够直接刑讯 逼供 赵王张敖 所以把所有的棍棒 皮鞭都打到谁身上了 打到那个相国 逛高的身上了 用了酷刑 史书记载是三种 第一 棍棒打 第二 皮鞭抽 第三 用锥子扎 棍棒 皮鞭 锥子 全用了 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 史书记载了五个字 身无可积者 身上没有一块皮肤 是完好 可以再打 就浑身 所有的皮肤 全部打烂 但是这个挂高 就不改口 始终坚持一句话 这是我们干的 与赵王张敖 毫无关系 所以这个口供 和刑讯的情况 写个报告 送到刘邦那 刘邦一看 非常感慨 他知道一般的人都挺不过去 刘邦就喊了 这个广告喊出来一句话 叫壮士 这个人是个好汉 别这样审 怎么审 看看谁和他的关系好 找一个给他私交特别好的人 私下里去见他 通过私下的拜访 了解一下真情 找来找去 找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谢公 这个谢公说 他给冠高 是同乡 从小关系非常好 现在在朝中 做官 然后刘邦就派这个谢公 到监狱去探望广告 见到谢公以后 这谢公就像平时老朋友见面一样 给他先寒暄了一番 寒暄完了以后 这个谢公就问他 张王国有计谋佛 说张敖这个赵王 是不是他策划了这一次谋杀 广告说 他说你想想 我犯了什么罪 我这个罪是刺杀皇上的罪 那是灭三族的罪 现在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的老婆 我的孩子 我的兄弟姐妹 全部被都绑到监狱里去了 只要一声令下 我们家三族全部被杀 这么多人都要被杀 我犯的是这个罪 我爱谁 我是爱赵王 还是爱我的父亲母亲 孩子老婆 我当然是爱我的父母亲孩子老婆 我拿这么多人的命 说个谎话 去换赵王一个人的命 我会这样做吗 绝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的的确确不是人家赵王张敖的事 赵王张敖毫无关系 所以当这个案件发作以后 当场有很多人参与谋杀了很多人都自杀了 当时赵国有好多 参与谋杀案的这些人 当场都自杀了 我之所以没有自杀 一直坚持活到今天 受尽酷刑 我不愿意招供 我不愿意承认 不改口供 我只想还赵王一个清白 我活动的目的就一个 还赵王一个清白 说完以后 他就把他们 刘邦怎么骂人 大臣们怎么生气 怎么策划 怎么给赵王说 赵王怎么不同意 他瞒赵王要怎么做 把这个经过全讲了 讲完以后 谢公就把这一切写下来 报告给刘邦 刘邦一看 确实没有赵王的事 下令赵王 赵王给赦免了 当然赦免以后 这个王是不能当了 但是他毕竟还是皇帝的女婿 王不能当了 当什么了 当侯 赵王将为侯 这件事情过后 对张敖处理完以后 刘邦最欣赏的是 这个赵国国相冠高 他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所以他派谢公再次到监狱去 告诉冠高 赵王放 没事了 案子审清了 赵王无罪释放 冠高非常高兴 他说真是这样吗 他说真是这样 确实赵王放了 他不但放了赵王 我告诉你 还有个好消息 皇上告诉我 皇上非常欣赏你 赦免你的罪 让你在朝中为官 还要任命你为官 这个事大家想一想 广高可是谋杀刘邦的 这个谋杀案的主谋 刘邦最后的处理 是让那个主谋赦免他的罪 而且要重用他 广高听完以后 哈哈一笑 他说我活的 就是为了洗清赵王的不白之冤 现在我活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背着一个谋杀皇帝的恶名 再出来做官 再给皇帝手下做官 这活我不能干 就是皇帝赦免我 我也会觉得愧对皇帝 所以广高最后怎么办 广高是最后在监狱中间 隔断了自己的静动脉 自杀了 广高最后是自杀了 所以广高自杀以后 刘邦非常感慨 又召见了他这个女婿 赵王张敖 就问 说你手下跟着你来到京城这十几个人 打扮成奴仆 跟着你一块进来这些人怎么样 张敖说这些人都是动良之财 然后刘邦 把十几个跟着张敖一块来的这些人 一一召见 和他们谈了谈话 发现他们全是都是很有才华的人 刘邦立即把这些人 他的十几个人 全部任命为郡守和诸侯国的国相 十几个人全用了 这十几个跟着他一块赵王张敖进京的人 经过高祖刘邦 惠帝 吕后 文帝朝 他们的子孙 绝大多数都做了两千尺的高官 在这里边留下来的一个疑问 大家不知道想到了没有 就是刘邦为什么对冠高和这些谋杀他的人这么看重呢 这里有他一个道理 这事发生在高祖九年以后 就刘邦的晚年 刘邦到高祖十二年就去世了 刘邦的晚年特别看重的一种品质 叫忠诚 这里边蕴含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味 因为刘邦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 大汉王朝今后怎么办 在整个朝廷的大臣们中间 要提倡一种什么样的做臣子的细节 这是刘邦最看重的 这个时候刘邦最看重的 他赦免惯高 赦免了很多忠诚于自己主人的大臣 就是要给天下所有的臣子做一个榜样 让他们学会一种品德 叫做忠诚 有了这个品德 提倡这种风气 那么刘邦死以后 他就不担心他这个王朝会走向暮落 因为有很多大臣会忠实于刘姓皇帝 这是刘邦不杀冠高的最重点 当然了 刘邦晚年是一难解的一难 就在他侦破了赵国这个谋逆大案的时候 又一件谋反案震惊了刘邦 那么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谋反案呢 刘邦为什么会感到震惊不已呢 请看下集 成败萧和 谢谢大家 韩信 刘邦手下的第一大将 没有他 刘邦的称帝之路就会遥遥无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功臣 没有战死疆场 马哥果实 却被吕后杀害 那么韩信和吕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萧和在这中间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风歌第三十七节 成败萧和